艺术家张淑芳水干作品千丰云起 山蓝的云海浩瀚缥缈 形成了虚幻的画面 艺术家张淑芳的作品千丰云起 结合书法的技巧来创作水干画 水干带来的是一种不可预知的惊喜 完全没有用画笔来创作 以自然流动的方式以气呵成 十分让人惊艳 我在创作这幅作品的时候 其实我的想法是很单纯 利用矿物原料来做 用水的表面张力 流的速度 纸的湿度 完全都没有动到笔 自然呈现它的冰裂纹 然后没有过多的色彩 那这一个我就把它主题是 千丰云起 就是经过特殊的技巧 把它做一个呈现 那可远观 可宏观 可静观 那就是我们那个 倒眼水干的 那个记忆方面 就是用自然的原理来呈现 水干是利用水的湿度 流动的速度 加以结合表面张力 结合撞射 碟射 在远近观 虚实之间产生冰裂纹 造成虚幻的画面 以自然天成的知境 加上自己的思维 构成一幅奥妙的图画 史方新闻 各位文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